我们今天将会带领你前往拍卖会这可怕的世界 好吧 拍卖会本身并不那么可怕 除了垂直嘲笑的那一下 但有些沉秘且怪异的物品曾经出现在拍卖会上 甚至还因此上了新闻头条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拍卖会上出售过最可怕的死样物品 尤其是最后一个 竟然是装有鬼魂的罐子 你认为哪个拍卖品最可怕呢 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 在这之前 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 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们脑洞大概的最新影片 巴萨诺画品 这品令人不寒而律的画品在1988年被发掘 其历史可被追溯到几世纪之前 自此 它成为了意大利民间传说的热门话题 许多新闻集都曾向报告过这被诅咒的物品 这画品在被发现时 一旁长有一个写着 拥有它的人将会因此倒倒霉的警告信函 然而其主人在未提及信函的情况下 将这画品以400万土耳其里拉 也就等于现在的台币76000元拍卖出售 根据传说 当初这画品是献给一名新娘的新婚礼物 然而新娘在婚礼当天就周事 并在此前立下肚子会报仇 接下来 画得这画品的新主人都纷纷周事 在之后的几个时代 也不停触发了类似的死亡格局 这画品目前被买账在一个未被公开的位置 而我们也建议你别去寻找它的踪迹 你认为死前的诅咒是否真的会领悦呢 还是这只是个巧合呢 我们想听听你的想法 一只把鸟拿来投篮的猫 这可能称不上闹鬼 但这只只已经死掉 真实干别的猫 把一只干别的鸟 穿过一个篮球框来灌篮的艺术品 这和名单中几套物品一样可怕 这个收藏品以2012年 在eBay以16000元台币拍卖 而目前的价格则达到22000元 这箱子里藏有什么呢 就只是一名大厨杀幸存者 受折磨的灵魂 2001年9月 一名股东买家去到 阿勒康州的一场拍卖会 买了一个老旧的木制酒柜 这个柜子属于一名 从大厨杀中幸存下来的女子所有 而她的顺女解释说 盒子绝不能被打开 因为她的奶奶相信 里头装着一个受折磨的灵魂 当买家在把柜子搬进她的古董店不久后 就吓坏了 柜子不停的自炸破坏 像是家具裂开 和灯泡被击破的奇怪事件不断发生 店主发现了大错误 将柜子送给她的母亲 导致她母亲后来中风 买家也开始做噩梦 以及看见影子从盒子里冒出来 她最终在eBay以8500元台币 把柜子卖了出去 柜子的新主人 也写了一本有关这箱子的书 因而成为了2012年恐怖电影 巨某贵的灵感来源 一个人类的肾脏 在1999年 eBay以76万元台币 开始投标一个人类的肾脏 这集投标在拍卖被制止前 达到了1亿7000万元台币 这集原因是因为售卖器官 不只违反了eBay所有的附带条款 这个行为在许多国家中 也是一项重行罪 虽然现场拍卖器官或许能被制止 但黑市依旧非法售卖人体部位 真是超恐怖的 虽然拍卖器官不怎么被大众接受 但大家可别忘了 William将自己的圣洁石 以76万元台币给拍卖掉了 邪恶油画 当第一眼望向这幅可怕的画 就能看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它是邪恶的 这幅有标所画的油画 已2000年2月在eBay出售 其卖家声称 这画的前主人向油画下了诅咒 eBay的描述写说 图画在完全时会移动 有时候还会离开画框 而背景中那些令人不寒耳利的手 甚至也会移动 这幅画在拍卖网站中 以超过4万元台币的价格出售 画家也承认 展示这幅画的画廊 和第一个评论此画的艺术评论家 在看过画后的一年内都去世了 你觉得这幅画最可怕的部分是哪里呢? 是无灵魂的娃娃脸吗? 还是背景中的手呢? 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 Harold娃娃 和Anabelle以及其他恐怖的受诅咒娃娃一样 Harold以2万元台币终于被被人买走 卖家声称Harold毁了一场婚礼 也导致行李放错另一架飞王百目打的航机 以及扎着一场神秘的紧急手术 Harold目前的主人是Anthony 他将这种拥有Harold以后的经验 制作成一连串的YouTube影片 老实说盯着这娃娃看还真的会令人毛骨悚然 困着灵魂的镜子 两名共住在一间 位于英国伦敦房子里的男子 当房东在家中挂上一面镜子后 就开始经历领域事件 当初房东是在屋外的垃圾箱中找到这面镜子 20岁的学生Joseph和35岁的画家Sotiris说 他们马上就有了不良感觉 随之而来的便是美运 苦难甚至是病痛 Sotiris甚至说自己在夜晚因为吃痛感而尖叫着惊醒 并把恐惧来源归咎以镜子 Joseph说 当他别见镜子中闪过影子和黑影 以及在睡醒时发现自己全身满是抓痕时 两人就决定他们收购了 并把镜子以4000元台币的价钱放在eBay拍卖 最终质疑比原价高一些的价钱成功出售 一个人的争吵 或许这不是真的闹鬼 但确实一辈子都会困扰着你的事情 2016年11月 一名18岁名为Alexandra的罗马尼亚妹妹 出现在英国电视节目告诉主持人 她计划出售她的征钞 这名处女使用了线上网站来售卖她的征钞 并成功以8100万元台币卖给了一名香港生育人 想想看自己在和这名付钱 要和你发生性关系的人见面时会多么的恐怖 孩子们可别出售自己的征钞啊 8100万比起你的安全或是心灵可算不上什么 铁达尼号小提琴 这把小提琴在英国以3000万元台币出售 让这把小提琴额外应声的是 她原为称登上在1912年 沉默的铁达尼号Wallace所有 Wallace在传承前使用这把小提琴 以她的乐队一同演奏 Wallace的尸体在过后被找到时 身穿着救生衣 而小提琴就装在显挂在她身上的一个皮革巷内 这把乐器也通过了认证 这名小提琴的木块包含了承传当晚的缘分沉淀 虽然这把小提琴并没有什么被下注的火力传说 但它可是为在当晚身亡的1500名来宾 也做了最后一支曲子的乐器 还挺恐怖的吧 最后我们来到了eBay的经典 我们绝不能没提到瓶子里的鬼魂 在eBay建立的初期 TJ101以152万元台币 出售了一个装有鬼魂的罐子 投票人是Gary Gary也收到警告说 前任主人将不对任何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负责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罐子是在一座坟场内找到的 找到罐子的时候 鬼魂就已经在里头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你认为哪个拍卖品最可怕呢 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投资哦 有想要看到什么主题系列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